今天我们来学习如何清理鱿鱼 鱿鱼内腔有腔骨 我们要把它先拔除 然后呢 内脏要一手拽住 另一手拖住外皮 使劲向外拉 就会全部拉出来 好,有的人喜欢内脏 可以实用 但是我都把它扔掉 然后我们会看到它的表皮 有一层深颜色的皮 拽住一手 使劲拉开 整张皮便会拉下来 大家看 扔掉它不要 尾部呢是两张皮 尾部是正反面都要去除 这是正面的 反面也要去除 好,然后我们从中间滑开 滑开后 把内脏 靠近尾部 还有腔骨 取下来 像塑料片一样的 长 长渐形 然后 清除内脏所有物质 大家看 每个部分都清洁得非常干净 没有外皮 头部 从眼部 向外 周边 拽下所有的内脏部分 剩下了许多的触角 这些触角 我们也要把它的皮 都扒下来 我的扒法就是 用手 拇指 夹住 和食指 夹住它的触角 然后使劲向下 撸下来 皮 顺势就都下来了 连着它所有的 皮上的吸盘 一并就很容易清除 再经过彻底的冲洗 您看 清理得多干净 谢谢收看 我们下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